如果没有达到至少要四成以上的话 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 你讲的有道理 我的意思是 只要你满意度低于不满意度的话 对对对 无言见忠 对对 将生父老 对啊 没错没错 面对立委建议年底前部会首长民调满意度不佳 就不能领一点五个月的年终 人事局长陈其秀点头称事 还说要提报行政员办理 内阁官员能不能接受 这问题似乎很难回答 所以用这些东西去评判他的年终奖金 这个我没有意见 我想我们谨守本分好不好 尽量就是在自己岗位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谢谢 那你办成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谢谢 前阵子才因为台风围桥事件被K的交通部长毛志国 没敢多开口转身离开 告诉公共工程委员会 赞良秀说的比较明白 主委你会担心这种方式对你比较吃亏吗 没有我们基本上我们来 来这个工作我们不太去计较这个 我们目的就是能够为国家多做点事情 陈清秀点头说要满意度四成以上才能领 考虑提报行政院 如果这按照四成的满意度门槛 刘内阁就曝光度知名度 看来只剩发言人石雅萍能幸免 中文新闻杨世旭杨爱帝台北报道 Eu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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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ens ロボ×好